好嘞 今天是2021年1月16日 就是说现在离这个20日 所谓的20日这个总统就职典礼 还有三四天的时间 今天现在是早晨 还有三四天的时间 这个那边拜登正在准备他的就职典礼 但是他的那个彩排 本来是星期天要进行彩排的 他把它给撤销了 不彩排 是什么原因呢 对不对 为什么不彩排呢 他说的原因就是怕这个恐怖袭击 对不对 他要本来是要搞一个虚拟的 虚拟的这样一个 总统就职典礼 请这个Lady Gaga唱歌 请那个Tom Hanks主持 对不对 但是好像 可能 吹得很麻烦 反正很麻烦 好吧 这个川普 他现在就是说 在开始进行一些 紧急状态下的一些 准军事行动 准军事行动 在逮捕一些人 在启动这个军事审判 准备军事审判 现在已经提出了 连22万 都分那个起诉 这个是像联邦 联邦 那个 起诉的 一般来说 他也说 他要保 保证这个 把这个 在国内的这些 招责一些腐败实力 把他搞掉 他永远搞掉 永远把这些东西搞掉 感觉好像他应该会连任 对不对 他的女儿 伊望卡 也说 他相信他父亲 能够下任总统 还是他父亲 很多 都是这么说 这个川普可能继续干 至于中间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 他暂时离开一段 不一定 那也是一种可能 但是反正 他还会接着干 因为他的任务 还没有做完 对不对 他的任务还没有做完 他要把 华人邓的招责 弄干 要把那些 台面上的一些政治人物 就是犯罪 判过这的 判过的 那些政治人物 以及这个 娱乐界的 一些腐败实力 和 包括好莱坞的 对不对 以及一些精英 所谓的精英 那些腐败实力 被这个 背后黑手 控制的一些人 包括 什么光明 光明灰 注意此类的 对不对 新马克思主义 以及你懂的 那个组织 所控制的一些 经验 把它搞掉 不管是 在美国 同时要在 在这个 全球 要搞 要展开来 同时 他要把这个 对 什么 这要发 他将要发布一个 行政命令 就是把这个 美国广播公司 NBC CBC Fox新闻 CNN MSNBC 等等 可能要扯效 他们的云业执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大量的 雇用了 这个你懂的 组织的人员 和这个 中情局的 一些人员 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是控制舆论 控制舆论 就是说 压制 其他的舆论 检 这个审查 其他的舆论 对不对 就是 破坏 这个言论自由 同时 就是 做 对 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 之类的 进行宣传 所以 可能要 撤销 他们的云业执照 撤销他们的云业执照 同时 启动 这个 紧急广播 系统 通过这个紧急广播系统 政府 和川普 他能够 通过这个紧急系统 向全国发声 甚至可以向全世界发声 这个是很厉害的 这几天 就要实行了 就要实行了 另外 现在是军方 和特众部队 已经 在全美国 四十 四百多个城市 不是四十多个城市 四百多个城市 都已经布朗宾 部署了军队 同时 已经开展 秘密的逮捕 这个 这一次涉及 这个 选举舞弊 和 这个 暴力的 那个 BLM 和Antifa的一些人员 现在这样搞 而且那个 这两个的一个人员 就是说 有一个已经 被抓到了 他也是一个头子 对不对 现在被抓到了 在这个 已经进了局势里面 他当时还拍了 那个 视频 跟一个CNA的一个记者 女的 啊 他说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拍了当时 他们两个 这个那个女的 问他 你是在拍啊 对不对 我拍没关系 我到时候把它删掉 但是他根本就忘了 把它删了 这个视频就 在网上都全开 传开了 另外呢 就是今天 已经开始 解密 奥巴马们 奥巴马们 其中有 大量的资料 显示 他这个资助 是阿盖达 这个恐怖种子 他下令 资助他们 同时 他还把 四亿美元的现金 用 四亿美元啊 现金 现金啊 现金有多层啊 对不对 用飞机 送给 这个伊朗 但是呢 可能 他还不一定 全部送给伊朗 其中有一些 据说 可能是 其实原则上 他说送给伊朗 但是其中一部分 他会送给 相关的一些人员 国外的 就是欧洲那边的 一些领导人 所以 这个事情 搞得欧洲 也非常难堪 欧洲 现在 这个川普 发威 然后欧洲 西方一些政坦 地震 风云地震 像这个 俄罗斯 那个 美切耶夫 他也 辞职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意大利 政府 也非常麻烦 正在 正在 那个 政坦 可能要崩溃了 河南 这个 政府 集体 辞职 集体 辞职 然后是 爱沙尼亚 总理 什么 卡扎克斯坦 对不对 还有这个 河南 这个 意大利 英国 黄帝刚 认知是 加拿大 加拿大 就是这个 小土豆 把这个 四个 这个部长 把它踢开 重组 他的内阁 就是 现在 这一次 对西方 这个政坦 震动 非常大 非常大 另外 就是 现在 这个 华人特区 现在是 全部 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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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locked down 他的电话 和广播 现在也jump 卡住了 信号很不好 非常的 非常的不行 就是 因为这几天 是非常紧张的 这几天非常紧张 就是 有的要求大家 做一点准备 做点准备 应急准备 然后呢 那个 二维码 那个发明人 他 把这个 多米系统 就是那些选票机 他把它 复原 数据全部复原 复原之后 最后是 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说 川普的得票率 是65% 而 那个 拜登的得票率 是32% 川普是全胜了 川普在全国 绝大部分都胜了 对不对 在姚北周是全胜了 但是 还是被那边 搞得 把票 偷去了 搞得好像是 川普还落后 其实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 最后 总会 水落四出 就是川普 还会把他的票 给 夺回来 对不对 把偷走的票 给夺回来 重新 担任他的总统 完成 他的使命 他的使命 是什么呢 抽根招折 华尔街的 和 世界的 同时 学习里根 里根 做了前半部分 大半部分 他来做后半部分 对不对 把一些宝铝 把它拔掉 他也做这样的事 同时 他要建立 重新回到一个 宪法的美国 把那个 已经 就是 死掉了的 或者说 已经破产了的 或者是已经过期的 那一个美国公司 再重新回到 这个宪法 美国 这个事情呢 就是 就是说 宪法美国和美国公司 这样一个事情呢 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下一次 再来说 好了 这样 在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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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